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于23号 在松山文畅园区举办社会住宅展我们家 展览透过文字及影像设计 呈现展区倡议、实践、趋势以及生活的四大特色 并进一步讨论循环经济和高龄化议题 让民众从中了解社会住宅的过去发展史与未来目标 你们展览也有看到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讲什么是社会住宅 因为其实很多民众都还是不了解这样的产品 希望透过这个展览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社会住宅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社宅仍然是一个陌生的话题 我们家从历年来的社宅运动出发 看见政府和人民对话的结果 向大众展示台湾社会住宅的温暖和多样性 不过近年来由于无力负担房屋的族情越来越多 所以社会住宅对他们来说更是不可或缺 政府也在推广上做出许多努力 今年社会住宅已经预计要新建的户数 中央加地方大概也8万5 8万5 那这个月到现在可能已经8万6千多了 那这样的数字其实未来都会陆陆续续的改好 截至今年8月 社会住宅数量由2016年的14950户 增加到14408户 这些社会住宅不仅提供给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也设有青年创新回馈计划更与大专院校合作 提供宿舍给学生居住 为年轻族群提供多元管道入住设宅 然而无法确定的是 这些年年增加的社会住宅能否有效地达到居住正义 我觉得有帮助到 因为实在你一个月就是你七八千 可是你没有阳台又没有厨房 可是你一个月五六千有厨房又有阳台 就是整个生活品质会差很多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多多安排这种 就是可以跟学校然后住宿方面的这种结合的 因为毕竟现在外面真的是太贵 而且就是外面普遍都偏小 对于学生来说 虽然社会住宅提供良好且安全的居住环境 但在数量有限的情况下 并不是每个同学都能够居住到社会住宅 学生在未来该如何面对和解决 是无法避免的难题 我为了学生的住宿 学生的居住怎么跟社会住宅结合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需要从学生端 从学校端去说出来你们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你们的期待是什么 那才有机会回到政策上面 对于社会住宅的问题 学生和校方还是需要多和政府做沟通 才能有效解决 而政府预计将于明年达成20万户设宅的目标 希望不只能解决争议也能帮助到更多学生和民众 记者陈杰柔 刘欣宇综合采访报导